Lio聊四季 天地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終於來看到這次BUFF很多的印加人 那我們先來介紹紅色法蘭克 法蘭克人的話這次改動並不大 但是法蘭克人我記得他好像也是有軟甲的 他這次改版基本上跟法蘭克是毫無關係的 法蘭克人最大特色是騎兵 吃果子前期有加速 那可以讓他前景經濟過得還不錯 後期還有免費的農耕技術 所以從頭到尾法蘭克經濟都不會超到那裡去 算是A級以上的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印加人 那印加人這次團隊加成變成一開局就有一隻羊駝 可以吃喔 而且是團隊加成 這就意味著你的隊友裡面有印加 你本身不管選什麼文明 你也會多出一隻羊駝可以吃 那一開始經濟加成就還不錯 因為這是可以影響到隊友的 那再來就是印加人這次的改版喔 讓投資手可以用這個印第四蛋弓 多加一弓之外還有這個拇指環的效果 那拇指環是上上上次改版的時候新增的 再來就是印加的攻擊力多加一 除此之外呢 他最大的一個buff是所有的食物 好 單位喔 有這個減免喔 例如投資手啊 毛兵 長槍兵 還有自己的寶兵喔 這個槍隊長 老英喔 全部都可以吃到這個食物減免的費用 我是算是覺得印加可能甚至會超越哥德的存在喔 雖然性質有點不太一樣喔 而且我覺得印加可能比哥德更好用一些喔 打法更多元 那印加人喔 除此之外喔 他還有這個織物盾可以用 織物盾的話可以讓這個投資手 還有這個老英喔 還有槍隊長喔 可以增加遠防的部分喔 這個還不錯喔 所以印加人到後期喔 他的打法非常多變喔 可以打老英或是步兵或是攻兵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那印加我覺得這次應該是有A級以上的實力喔 應該是在第一線的啦 第一線文明喔 因為他這個減免費用真的太多了 而且他前期經濟補那隻羊駝 雖然之前也是有 但那隻羊駝 變成團隊加成之後 可以讓隊友吃到我覺得蠻誇張的 真的真的非常好用 那我但是有值得一點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計算喔 就是他這個村民啊 不知道有沒有吃到這個食物減免的費用 他雖然是說所有的單位 應該是指軍事單位吧 應該是村民不會撿肉 如果村民也會撿肉類的話 那印度斯坦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的感覺 欸這邊收穿 結果沒中TC 對手反應很快 眼尖的觀眾應該注意到了喔 這位藍色的玩家喔 是我們的Viper 然後這個DS玩家碰到一隻山羊 還有把這個山羊還一個Viper 很禮貌的回個TY Thank you 高手過的都這樣子喔 不會去搞對手的 像我們之前呢 台灣 不是台灣高手 華人高手黃甲克也說過 他會搞人喔 是因為對手先搞他 他才搞對方的 那高手之劍喔 其實是不太容易去互搞對方的 大家都想用正大的光明的 跟對手打贏喔 那我真的有發現喔 像我們這種1300 1500的玩家喔 還是很常在互相搞對方喔 就一下幹豬啊 一下幹羊啊 不然就 直接拉一村去蓋對方的資源點啊 就各種方法想去搞死對手 那我覺得 對於我們這種分數比較低的玩家 可能確實蠻有用的 但對高手來說好像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喔 而且他們也不太喜歡 去這樣針對玩家 反正很喜歡這種正常開局 然後正常的打敗對手 然後正常的打敗對手 那我也比較喜歡這樣子喔 真的是 看實力打架的 好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 另一家 那MIPER這邊是選擇了20匹上封建時代 那法蘭克這邊是很標準的喔 現在是18匹上到封建喔 因為現在的 通常馬國 只要有這個經濟優勢的國家 通常都是18匹左右上 晚一點的話就19匹喔 現在不像是以前的這個20匹喔 就再晚一點 那有些快的喔 可以到16匹17匹喔 那我覺得法蘭克18匹算是OK的 那再快一點可以17匹喔 但我覺得18匹還不錯喔 那個出兵時間點很OK啊 好 那拉兩隻村民出來 看來這個馬就 那MIPER這邊時候現在才到封建時代喔 應該會先按一隻長香兵 看一下有沒有按 喔有有按了 OK果然有按 好 那印加這邊 由於封建時代是打不贏對方的刺猴 那攻擊一直有4攻 但刺猴到了封建時代是有5攻的喔 所以怎麼打是絕對打不贏對方的喔 而且法蘭克人喔 是有這個血量加成的喔 所以刺猴 多出這一點點血 你看多這個9滴 然後就打贏對手的刺猴了 哈哈 哇這個 對手也是挺有料的 知道自己是法蘭克喔 打得贏老贏喔 好那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三隻村民挖礦 那應該是單射箭場 然後轉槍兵或是贏刺猴都可以 那待會這位要出鷹刺猴的話 這邊要再補一下金塊 大概補到6到7個人 可能要補到這麼多 如果要一直出鷹刺猴跟工兵的話 這個黃金是不會斷的 那這個是印加算是前期比較優勢的打法 因為本身鷹刺猴是不太需要食物的 但封建時代食物獲取其實算是蠻困難的 一定要撒大量農田喔 你的食物獲取才會快喔 但是他就不需要這個 就不會有這個劣勢在喔 因為你想一隻刺猴是80肉 那印加的老鷹是25肉 然後再加上50黃金 以前我記得是20黃金吧 但這次改版之後老鷹變成25肉 25肉 貴了5肉 但是印加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所以其實跟舊版的老鷹的 弱淚成本其實差不多的 這邊想要秀操作 秀到嗎 可以 中用這個鷹刺猴換掉了一隻刺猴 但打到頭破血流 刺猴在這個時代還是很有抵抗老鷹的一個能力的 OK 那印加我覺得最期待是他的槍隊長頭死手 但對上法蘭克人遇到步兵的可能性 並沒有那麼高 頂多是擊兵出來 但是印加的又沒有馬 所以擊兵又不可能出來了 那劍勇部分不太可能 應該只有頭死斧喔 不是頭死斧 子斧兵喔 可能會出來打一下吧 那子斧兵的部分 用頭死手來打就很適合了 好 那印加這邊沒意外的話 城堡可以打個老鷹爆 那封建打工兵轉弩兵也可以喔 打法非常的彈性 那法蘭克這邊選擇並不多喔 只能封建打工兵 打這個毛兵喔 然後之後再轉騎士喔 也是個選擇喔 那如果像這位DS玩家一直出工兵的話 我不確定喔 是不是件好事喔 因為他會耗費太多黃金庫存喔 那我覺得這邊消耗這麼多黃金 還不如直接出毛兵喔 然後去把這個經濟喔 轉成農田喔 爆些經濟出來會比較好 那你現在出工兵的一個代價 就是你一定會被對方的毛兵Counter 還有這個鷹刺猴 像現在BIPER這邊是有兩種單位會Counter他的工兵喔 所以這邊工兵繼續出太多可能不太好 出個毛兵還可以Counter對方的毛兵跟工兵喔 至少你還Counter兩種單位 但雖然你刺猴打不了 但刺猴可以用自己的 這個肉碼去解決喔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我覺得 工兵按的不是很好 這邊還點下一擊射喔 不知道是不是伏筆喔 好印加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這邊拉了一存出來是要開稿嗎 看起來有點像喔 這個法蘭克肉這個刺猴按的有點多喔 好那這邊絕地要B站 互相傷害啦 這邊直接拉了非常多刺猴 直接到BIPER的家裡 BIPER這邊是有感應到了什麼嗎 直接補了一個軍營 好正面這邊開始戳 欸這邊是要伐木低調 然後進去 哇靠這個BIPER很秀阿 拉這一存不是要來開稿 而是來當伐木工的阿 好那家裡的部分BIPER有點尷尬喔 對方有三隻工兵 結果村民把自己鎖死 而且還是會被對方的工兵給射到 這個有點尷尬 哇這三隻工兵有點強 好 那這邊BIPER直接戳進來殺掉了一存 那家裡的伐木工沒有地方可以跑 工兵直接射死了一存 會直接再拿到第二存嗎 這個距離剛好是工兵的極限距離 哇工兵直接原地站A 爽射 連走A都不用 原地開火 而且這個是最極限距離 現在滴房子出去了 肯定是會被刺手追到爆了 除非滴這個房子出去了 那BIPER會這樣做嗎 還是 要直接走出去呢 但我覺得走哪裡都不太對 哇這邊又來了一坨兵 那BIPER這邊繼續在持續騷擾 那畢竟沒有騷擾太多村民 只有拿到剛剛那一村而已 那BIPER這邊可能要損失掉將近五村喔 哇 還是六村 哇靠是七村耶 BIPER這邊血虧 那這邊補下了一根劍塔 這根劍塔一定要騎喔 因為家裡沒什麼兵 而且這個搭配喔 不太好解 一根劍塔投資 我覺得還能接受 而且應該有這個石料減免喔 這根劍塔還有 還有94個 94個石頭 減免的其實算蠻多的 雖然是減免15%嘛 對不對 印象中 好 這邊也起了一根劍塔 還有想要守祖金跟墓區喔 但墓區 可能守的麻煩很好 冤狗兵在這裡 還是可以持續做騷擾 當然BIPER 受傷程度比較嚴重喔 這邊只是村民被拉開很多喔 42村對36村 這裡再兩村可能也是 兇多吉少了嗎 欸沒有直接硬追 反而是選擇離開啦 哇這個玩家並沒有深追喔 不然BIPER如果讓他追進去 就要在後面蓋城門喔 讓這些赤頭出不來 好 兩邊都在互相干擾 但BIPER依舊還沒有抓到第二村喔 抓到一村之後 要抓到第二村很困難 這裡工兵 哇 結果我才剛剛才說 這邊工兵按那麼多並不太好 結果這隻按那三隻工兵 按著架子連城啊 看來這就是我待在 1600分的原因了 人家還是 該打的東西還是會打 就像我 不該打的時候 我就還是會打 不打的時候就是不打 打什麼就不好說 好 那這邊工兵 要再來上前射果子嗎 哇這邊 還是可以打到點東西喔 喔這兩隻村民沒有看到 白髮第4也沒有在做操作 原因是因為這邊在做一個干 騷擾動作了 所以聰明第一時間還是被抓掉了 哇這裡被抓掉一村 然後這裡 獸子被射掉了一隻 白髮這時候已經點下城堡 但是還是落後凡克人 凡克人這邊領先30秒的 時代升級喔 好那白髮這邊是決定要轉老鷹路線喔 那南美洲文明喔 還是比較建議城堡打鷹刺吼路線 雖然打工兵開局也是可以喔 但鷹刺吼更有他的威懾力喔 因為數量很容易會淹死對手 甚至可以淹死對方的騎士喔 這個數量上 那只要像白髮一樣喔 這個黃金喔 配到十幾隻喔 這個就是要三軍營開爆 果然是三軍營 這個是非常標準的 南美洲直城 上城堡時代老鷹爆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待會喔 可以再考慮再補一下黃金喔 黃金可能是 補到十五隻十六十七喔 會更好一些喔 黃金會再更穩定一點喔 好 三長城堡時代要請趕快去按下 因伺候的升級 因勇士升級 然後再趕快去補下 自己的二防 OK二防也補了 等回是viper 動作非常標準 好 但對方的法蘭克騎士也出來了 以上城堡時代直接有品種 一百二十一血 而且二防也直上了 長兵這邊突然賣隊友 跑了出去之後再回來再送了一波 好 騎士剩下殘血喔 還有三隻 那現在升時代是有優勢的是法蘭克人喔 那 硬家這邊要補下第四個軍營嗎 補下修道院 可以 修道院配老鷹是非常難產的一個組合 雖然是全黃金的一個單位組成 但有足夠的機動力跟殺傷力喔 而且對方後面也可以counter 那對方騎士過來勝率還可以遭響 非常強大的潛壓喔 那如果要再繼續再打下去的話 要再更有威懾力一點的打法 就是要去前線蓋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頭車開閘 好 那對手這邊打得很漂亮喔 兩隻騎士殘血直接拉了回去喔 那這就我們說了 雖然騎士可以counter老鷹 但是老鷹的數量喔 在城堡時代是很容易淹過對手的 所以硬家這邊是短期的 有點優勢在的 喔這邊頭車找得不錯 直接把三隻殘血的 硬士頭直接收掉 工兵這裡趕快跑了 哇騎士在上來解個一波喔 殘血騎士基本上都活了下來 數量還保留在十隻 這邊可以換到一隻殘血騎士嗎 應該可以 還有一滴 哇沒換掉剩兩滴阿 可惜了一點喔 好那Vipe這邊前面送了一大堆老鷹 其實有點不太划算喔 那之前有人研究過 老鷹對上騎士的時候 到底要優先點什麼 那大家的看法還是先點防禦喔 但其實某些情況下 可以優先點攻擊力喔 但我不太到什麼時候 但我覺得 點防禦還是優於攻擊力喔 從近戰單位來說的話 但他們會說點攻擊力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 老鷹的 這個數量多喔 點攻擊力比較划算 因為一起 攻擊的殺傷力喔 比點防禦力的時候CP值還要更高一點 那很明顯喔 Vipe這個時候 剛剛是點攻擊力的話 確實會看起來好一點點 點防禦力上的話 好像沒那麼吃香喔 畢竟對方不是打工並開喔 好這邊銀石頭終於解掉 好TC可能趕快補 但是由於蓋了一根劍塔的關係 TC現在是很難補下的 沒有石頭 那如果要挖石頭的話 要先挖個一百石嗎 挖個十個石頭 然後再放一下 這邊蓋個TC 好像也不錯齁 好那現在不是蓋TC的石頭 這邊全部被砸掉一直 這邊是需要靠長兵 搭上自己的鷹刺猴去做個包夾動作 這邊還依舊在需要操作 投石車繼續給壓力 勞硬沒辦法第一時間追上 這邊直接砸到大量的鷹刺猴血量 直接砍半 這就是投車最麻煩的地方 只要被投到一發 就會很虧阿 好那Vipe這邊可以選擇付前藥 這邊補血一下也比較好 這邊隨意送掉的話 可能有一邊會打出GG吧 Vipe是很有可能的 那法蘭克人這邊數量 其實可以壓過去的 但目前還有投石車的情況下 還是要謹慎一點比較好 投石車的變化變數太多了 好這邊又再找到一發 又再度殘血 哇 好虧 對方投車空的很漂亮喔 好三個生旅 那Vipe也是三隻生旅 兩邊都是打算要來做一個開戰動作 好長長兵這次沒有熟 應該是要直接上前開打了 好這邊的一個招翔方式 是直接招走長長兵 兩隻長長兵被招走 但是這邊勝率也招了三隻騎士 之後直接往回回頭 但是勝率能夠保住自己的細密碼 有點困難 上方大戰時有Vipe拿下了勝利 大量的老鷹再配上長長兵 讓對方騎士陣型毫無招架之力 有虐 哇 長長兵這邊出的價值嚴懲 那這次改版長長兵的售價 升級只要160肉 非常省 以前是215肉 直接省了50肉 可以多按一隻村民 或是多按兩隻老鷹 這個肉量 閃下來真的是省得非常超值 欸 長長變成升級研發了 變得更快速了一點 好 那很明顯 看到這次的步兵 反之對方的騎士 是相當有用的 好 那法蘭克這邊稍微 再繼續出兵 又轉出一些奴炮 那法蘭克這邊早就已經3TC Canon了 那法蘭克這邊還沒有開一下TC嗎 剛說完你就開了 好 那這邊是決定挖了100石頭 挖了10個石頭 應該待會有地上的TC 應該會用買石頭方式 直接去買100石頭 然後去蓋TC 這邊還要再花時間去 挖石頭蓋TC 有點太慢了 如果速的話 我會想要直接買石頭 直接買100 然後趕快開TC 不然這個會落後太多了 好 Type的老鷹數量還是夠多的 十九隻啊 看這個如果是點二攻的話 該有多好 傷害滿點 好 那法蘭克人便宜的城堡 直接蓋出來 蓋在這個高地其實還可以 好 好 Type這邊買了 果然買了110頭 171黃金 這邊要開戰了嗎 稍微減速一下 好 頭車加弩炮直接串燒 傷害有點高 但騎士過來 Cover一下 工程器 他們工程器有後撤 這邊繼續走A的能力 哇 頭車直接被收掉 好 看後方 聖魚也過來做招翔 這邊能招到三隻騎士嗎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OK 找到了 好 那贏家這邊黃金喔 果然不到18個人喔 那18個人這邊黃金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這邊VIPER可以考慮直接上帝王時代喔 但肉類很明顯是不夠的喔 那如果VIPER這邊要再打得更精進一點 或是讓經濟再更好一些的話 可以選擇直接去買肉或是買木頭 展出更多的經濟跟村民 那這是一個比較進階的使用黃金的方法 那我覺得個人認為喔 這邊使用黃金去做買賣 是個選擇喔 趕快把二級木拿下來喔 然後去點下這個 TC3TC開灑田 這個二級木就點的很有價值喔 不是二級木 二級農 那他現在不點雲 就是因為木頭跟肉太少 然後現在又要出老鷹喔 老鷹本身這麼多人去挖黃金是沒問題 但問題是老鷹要一直不斷喔 但還是總統去按這個場上兵喔 所以會一直造成有報警的狀況出現 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高手的話 還是會用買賣一波去調配 好果然VIPER這邊買賣了一波 買了三百食物啊 才剛說完他就買賣了 好 這邊直接買賣上帝龍時代 哇這個時間偏早喔 創名處只有八十川 但VIPER這邊已經可以足夠的 去升級自己的時代 所以千肉已經來到 兩隻騎士 就是遇到長王兵這邊蹲點 蹲爛 但是由於沒有攻城系的關係喔 VIPER只能且打且退喔 且打且珍惜 那這邊老鷹刺頭騷擾還是不錯的喔 這裡到處都有老鷹的屍體 那長王兵也過來撐個一咖 這邊又收到了幾村 VIPER這邊偷村偷的很開心 開心偷村中 到處都是紅色的村民屍體 好 那VIPER這邊終於點下了帝龍時代 這邊開始在按攻兵 欸沒想到是帝王轉攻兵強弩的路線嗎 看起來似乎有料喔 好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APP要在後面偷機了 兩個軍營 直接在帝王會不會打出些東西來呢 應該會打出白白的那個 老鷹吧 白白的老鷹頭 這個老鷹趕快點喔 待會要去點這個三法喔 還有這個精銳喔 那植物盾我覺得要趕快去點一下 那植物盾這個科技是緊短 所以待會可能還在玩一點點 哇這邊是先點 安蒂斯彈弓欸 這個點一下是要打投石手的意思了嗎 是因為看到對方法蘭克出指輔兵的關係嗎 可是現在雖然點下去之後 投石手攻擊力多一攻 打騎士不會這麼癢 至少有九攻喔 那強弩他要十攻 不確定 我不確定這邊打投石手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應該是沒問題阿 畢竟硬家再繼續出場上兵去康正騎士 然後投石手去打對方指輔兵 好像問題確實不大 那這邊還是硬點啦 去點出自己的精銳英勇士 好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 雖然有點偏遠 但我覺得還可以 畢竟是個高地 好外婆這邊還在偷村 這邊一直有單營英勇士 好半甲技術點下 那法蘭克人這邊 還有三十秒還有帝王磁帶 有點晚 而且二級法木現在才點喔 好這邊直接要多獻開花了嗎 這邊有十隻老鷹 但對手還在空 家裡完全沒有顧到 因為他在空下方這邊直接套進來 家裡的村現在被鬧好像沒有注意到 哇四處著火 家裡這邊瘦村來得及嗎 三隻騎士 好但是這裡有城堡 應該騎士騷擾到不久 但後方有更多的英勇士 過來補了傷害 哇白河這邊打得非常舒服喔 好這邊把對手的支服兵逼回去了一些 騎士一定要會來回救 白河這邊擁有了主動權 老鷹開始飛來飛去 飛到他懷疑人生 這邊被捅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突然死傷 來到了五十九六十二村 WTF 這就是viper嗎 對手還在空家裡下面這一坨冰 還在去抓對方的老鷹 結果家裡已經BBQ了一段時間 沒有注意到 哇最後收村 只剩下兩村只能收進去 太殘忍了viper 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視線開花 哇下面這邊中間裡面 然後這邊後面又補上三線 然後騎士帶這邊 哇真是四線開鬧 太狠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實力喔 用一些兵去打正面 吸引到對方的注意力 結果後面直接同時 多花開 開鬧 哇這個真是很難打 Apple這邊經濟突然變成領先了 一百二十四村 那對手只有九十九村 還落後二十五村 這邊還是有少量的鷹刺猴在做騷擾 好 Apple利用這個時間 趕快把自己家裡補下更多農田 把自己經濟爆起來一下 但應該不用爆太多 大概四五十片田 就可以維持現在的產量了 肉類應該是夠用了 因為畢竟這個肉類減免實在太多了 好 那兩邊都在最近偷使機開閘 那BIPA這邊有點一下印刷技術 神旅可以著想更遠一點 十二射程的神旅 好 偷使手出來 先炸了一波 但打騎士喔 傷害就是有點差強人力啊 好 神旅還是比較好用一點 著想而且還有射程 應該是可以招到三隻四隻 哇 直接找了四個單位 兩個火槍兵一個支撥兵還有一隻刺頭 好 但對方出火槍兵的話 其實有點難搞 自己的長兵跟老英老都會很難打 但是如果用投石手去打火槍兵的話 其實還可以喔 而且現在又有印第1 印第1彈弓喔 應該是印第1彈弓 好 第1個城堡 Viper看來是要守不住了 後方能繼續進攻進去嗎 法蘭克這邊非常努力 但是騎士都沒有伸到 中裝騎士 到了第1彈弓時代 全部殘火槍兵 連中裝騎士 連按都不想按 好 更多火槍兵 繼續倒出來 後方補了第2排連隊 按頭是手 這邊即時反制對手 好 老英打工程器還是好用一些 但是2攻還沒有好 所以傷害還是差了一些 現在攻擊是9加1喔 剛好是一隻騎士的傷害力而已 要是待會騎士升級1好 待會就會打比較輕鬆一點了 所以現在反而靠出騎士 可以打爆Viper這邊的組合 魔石之手 老英 加上神流 神流可能沒辦法 還有常用兵喔 但至少現階段來說 騎士還是蠻好用的 這邊點下來弓兵的鎧甲 再加強投死手的防禦力喔 這MUFFLE除了打神仙之外 中間這邊還是一直在持續做騷擾喔 只有右邊這邊也是喔 非常多的挖死狗 直接倒地 這邊還點下了植物盾了 OK 儘管點下 牌盒要來毀天滅地了嗎 對方的槍兵也是空的不錯的 還是稍微有看到對手 沒有完全在白給 這火槍兵確實很難解決喔 這火槍兵確實很難解決喔 好 植物盾點好了 好 陰影就是數量不夠多 只要常用兵 常用兵直接後面開出一波 好 稍微有點反打回去的跡象喔 MIPER這邊好像把對手給打爆了 這邊村民被鬧得太慘喔 這邊到處被老鷹飛 村民就被降到剩78村喔 剩無法治理 右邊村民也是爆開 然後後面一直有均勻喔 在騷擾 好 這個兩個均勻這是開頭的關鍵阿 那我們來看一下硬架 這個經濟減免到底有多強 好 那硬架這邊只有少量的 兩萬二食物喔 那法蘭克人為什麼這麼少 原因是因為 被VIPER吐了太多的村民喔 所以導致食物感覺輸很多 那剩無VIPER這邊已經四個 好 我覺得硬架這次 改版讓他經濟壓力變得很小了 你看這個戰毛兵可以出一直爽 然後升級可以一直爽 爽升上去 防禦也可以點 好 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大尾植物盾 而且植物盾已經好了 防禦是遠防4加6 遠防10的老鷹 非常難纏喔 PCE怎麼打都只有1滴喔 那城堡射一下也只有4滴血喔 相當的難纏 那個植物盾的老鷹 就是坦 坦到爆炸 後面投擲手再出來 就可以FALL IN對手的火槍兵 或是對方的這個 指輔兵升級兵 劍勇的部分 所以法蘭克人遇到硬架 確實是有點被counter的感覺 並不是非常的好打 好 那 看起來VIPER的硬架的感覺 我覺得至少有A級以上 應該有A以上 我覺得至少不是會B啦 至少有A 因為這個減免費用太強 有沒有要想 VIPER在前期的時候 這一拖伐木工 死了這麼多村民的時候 還可以在後期反追法蘭克 甚至逆轉 當然也是VIPER的多線燒 打得漂亮的關係 才有可能逆轉 那也是因為他的那個 食物減免關係 才可以讓他投資更多 經濟在黃基上或其他資源 肉類資源不用這麼多 也可以用3TC 開始運轉自己的村民 還可以爆出這麼多老鷹喔 所以我覺得硬家人這次的BUFF 雖然是BUFF的有點太超過了 可能會再被下修一點點 食物的減免量 可能會再被下修這個5%左右吧 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